港人對內地人的不滿持續升溫已經去到一觸即發的地步 所有人都知道港鐵車廂裡面是不可以吃東西 不過片裡面的內地人就堅拒認錯 還繼續大吵大鬧 就是這個時候一名內地小朋友突然大意滅親 應該是我媽不覺得吧 嘩 想怎樣啊 小朋友狠認錯大人就叫他收聲 其後雙方陣營都有無關的人加入 令到這場中港大戰越戰越激烈 不要跟他說 他們這些大陸人是這樣的 不用跟他說 下車 很多網民看完短片之後 都大讚過香港先生 又說明明是個內地人不對 還要發大甲額 亦都有網民說 政府再不做事 任由雙非孕婦 或者其他內地人 來到香港侵佔資源 遲早會爆發中港大混戰 是羅琳思長 是時候要想想辦法了 你口中的身血 看來跟本地血 不太溝通 ONTV東方電視新聞和報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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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